兄弟,信仰之報 蘋果這片報是全世界瘋場 你如果現在買,都要等到明年一月中至一月底 我就有幸撲倒回來,全靠兄弟幫忙 現在開箱看看這片報 可不可以抹走一些灰塵 或者一些所謂納米的 液晶體屏幕的表面 很誇張的,說到要用這片報就可以抹走 眉細到見不到的塵埃 就不會刮花螢幕 其實這片報是不便宜的 要二十多元的,加幣 約一百五港幣 全世界瘋場 先撕開它 這是什麼報 就這樣摸下去,它也挺厚的 我就這樣摸下去,其實也不是薄切切的 也是厚的 感覺上有少少像 iPad那些 那個套 裡面那一層 就好像 這些 iPad裡面那一層 跟這些差不多 這個就好像粗一點點 這個就軟一點 但是它這塊布 除了抹屏幕之外 可以抹到iPad 電話那些 待會試試看 這個有一個 標誌 有一個蘋果的標誌 底面一樣的 底面的感覺一樣 其實都幾厚 感覺上 那好了 除了那塊布之外 還有沒有東西在裡面 其實已經是沒有東西在裡面了 我們先放在一邊 試一試 就像這些 iPad 這些iPad 都可以抹得 但是 有這麼多指紋 那些 那麼多髒的東西 在上面 那 試一下 可不可以 把它抹得乾乾淨淨 用起來 都 不是那麼容易去掌握 是不是 一路抹都要一點時間 不能夠說一次過可以抹走 他說 蘋果那裡 就說明 如果有一些 頑固的污漬 就可以開稀 稀少少的 那些 酒精 可以 加上這塊布 一起去抹它 這樣 我想 暫時來說 這些子紋 屬於 比較輕輕一點 不是說一些 是 抹不走 但是 效果不太想像中 那些 要花一點時間 花一點時間 這樣抹 一路插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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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這樣 一路這樣 貼著它抹 打圈抹 那 其實 好像 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 iPad 如果 用在 iMac 屏幕上 效果會好很多 或者有很多 兄弟 他們根本 完全 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如何抹屏幕 有塊這些布 信心大一點 如果怕刮花 那些 用這些布 就會好一點 其實你買最高的 好像 Pro Display 那隻屏幕 這些布 是會跟著 的 是會跟著 這些布 但是 現在他們開始 就可以拆散來買 這塊布 就可以獨立 這樣 不只是iPad iPhone 都可以 不只是iMac 那些屏幕 其他的 配件都可以 那 OK 好像 二十多元買一塊布 是否值得 見仁見智 感覺上 好像隨便 噴水 或者是 找一些瓷子抹 其實都已經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我想這塊布 都是 真的 iMac 那些屏幕 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是 你這塊布 只是用來買iPad 或者iPhone 好像浪費了 好了 我講到這裡 大家買不買到 聽天由命 看看大家的彩數 好 再見